Hello 各位 我叫嘰嘰 多謝你們看這條影片和訂閱我 今次北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探咖啡 不過探咖啡之前我們就去了車工廟站 走地下街走了一個圈 所以就沒什麼特別 找些什麼吃 隨便見到麵點看就進去試一下 吃一下牛腩煲啊 水餃啊 這樣咯 其實味道可以的 不過牛腩就真的有一點點韌 水餃正常發揮 之後就忍不住看到對面有間賣牛雜的 那當然不收拾了 我們就買了一碗小碗 就拿了過去吃 味道我覺得不錯 令到你會想回去再吃 我覺得是挺好的 它的牛雜就小小分的 就不像香港剪到很大塊 最棒是什麼 反而我覺得配料是最棒 他還說都可以的 你想要什麼你自己喝筆就可以了 喝筆也可以的 我覺得超級好吃 這個 好了好了不說那麼多了 今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了一個白石龍站 去了這間吉豆咖啡 因為上網看我自己又覺得都挺好的 環境又挺清幽 因為附近是住宅區 對面是一間幼稚園 我們就點了兩杯不同的咖啡 另外還有蛋糕也很好吃 比起我在其他店的蛋糕 這一間真的做得挺出色 店員很好啊 他很細心介紹每一款蛋糕和咖啡 我就覺得很值得再來 因為會因為他的咖啡和環境 我會再來的 之後就不會特別找什麼地方吃東西 見到有一間不韓式的燒烤 看見他裝修挺漂亮的 上大眾點名看 又有套餐 好了就決定來一試 他的環境真是很韓 我自己就挺喜歡的 因為他打卡所有東西都不錯的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他的食物 我們就叫了幾天叫了二人餐 他的餐真的水蛇春那麼長 真的有很多很多食物 也都包飲品 但是我就發覺 他的食物的質素 就真的是一半 是很多 但是不是很好吃的 我們就覺得是硬吃了他 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打卡OK 可能有機會我們是吃那個套餐 他的肉的質量就不太好 那我覺得是不推介的 不過我也會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分享一下吧 是不是看到這裡呢 都覺得 嘩好像很棒啊 其實有時候都不可以只看樣子 我們真的覺得那些肉真的不太好 那些蔬菜都還可以 那些配菜炮菜都還可以 但是真的肉 我在想著 為什麼他這麼高分的呢 那可能有機會是因為他打卡位置 就比較多啦 那如果你要求不高的 只是為吃飽的 那OK的一百多元而已 那真的是飽的 完全是非常之飽 那如果大家想試的 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就應該 NO啦 我們不會再試的啦 這裡呢都很多茶飲店的 那所以你想喝些什麼呢 都可以滿足到你的 那當然我都不收拾 買了啦 那我們之後就坐車回去 這個福田口浪 他呢就同一條線都是四號線 所以都幾方便 不過時間呢 就會長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多走幾個站 商場沒有那麼多人 為了吃東西都舒服的 我相信附近應該有些是更好的餐廳的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這些 即即周圍吃的生活短片 請記得訂閱分享讚好和留言 下條片再見 拜拜